1218公投进入倒数 是否还有人对公投时间跟内容 还是捕萨萨呢 先带您一次来看到 今年的四大公投案 根据中选会的公告 投票权的人数为 1982万5468人 其中有将近40万人呢 是年满18位满20的公投手头族 那投票时间就在这个星期六 8点到下午的4点 那截止后 随即进行开票 民众可以根据通知单上的地址 前往自家附近的投开票所 进行投票 注意投票携带的东西 就是身份证 印章以及投票的通知单 这回要注意的 就是现在依然是二级警戒的期间 因此前往投票所 务必要戴上口罩 不可以携带手机或是摄影器才进入 那若是故意撕毁公投票 可处5000元以上 最高5万元的罚还 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内 禁止宣扰或干扰他人 投或不投 否则将有一年以下刑责或者罚金 还有就是不能将公投票 带出投票所 那另外这次公投案有四案 最常听到的就是反萊豬互藻礁 但证券名称又是什么呢 以及同意或不同意 有什么样的结果 也带您以此来了解 这次第十七案就是重启核四 全案名称为是否同意核四 起风商转或发电 若选同意就代表同意启用核四 不同意就代表继续封存 那第十八案就是所谓的反萊豬 你是否同意政府应全面禁止 含有莱克多半的猪汁肉品 以及其相关的产制品呢 选择同意表示支持 就是含来季的猪肉不能进口 那不同意呢就是维持现状 继续进口含来季的猪肉 那第十九案就是俗称的公投榜大选 公投案名称为是否同意 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后半年内 若该期间遇有全国性的选举 该同一天举行呢 捐捐同意代表说 公投会跟大选绑在一起 就像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 地方首长与十案的公投案 同时进行投票 那不同意的话 就代表说公投与大选要来脱钩 那最后一案就是藻礁公投 是否同意中有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以及海域呢 若是同意通过代表 政府将规划三阶的替代方案 若是不同意票居多 将维持原址盖第三接收站 对公投案内容更多了解后 该怎么选怎么投 就看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了 公民投票决定政策方向 反莱猪尽口 公投绑大选 重启核四 珍爱藻礁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 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 特别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